38. 文匯報 抗美援朝老兵 停戰一刻的我共慶和平 2015年7月27日中國新聞A 17 今天是朝鮮戰爭停戰紀念日62週年 1950年6月25日 朝鮮戰爭爆發 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支援韓國 10月19日 千千萬萬中國人民志願軍為保家衛國 跨過鴨陸光與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 經歷三年的炮火燒煙 簽名敵人23萬人 記者近日採訪了參加國抗美援朝的山東老戰士 徐振明和熟悉老兵時職的義工 傾聽他們回憶難以亡為的殘酷戰爭歲月 他們不約兒童表示 停戰一刻 敵我雙方有些士兵一起開聯歡會 反映當時雙方都盼望和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嚴利吉林報道 今年九十歲的徐振明老人老家在山東 現居於吉林省通化市 時該是楊正與烈士領元的第一任管長 在戰爭年代 老人始終在抗戰的最前線 時名呼其實的抗戰老兵 1942年 年僅十六歲的他就參加八路軍 一直在山東打鬼子 1945年日本投降 他隨部隊離開山東徒步行軍58天來到東北解放戰場 東北全境解放後 他又跟隨三十八軍一百一十二師挺進華北 解放戰爭中 他逃步走了大半個鐘過 抗日抗美傷痕累累1950年10月22日 新為年長的徐振明徐三十八軍跨過鴨六江參加抗美援朝戰爭 在朝鮮的二十九個月中 參加過五大戰役 兼表三十八軍一百一十二師在朝鮮流下的九百九十八高地攻守戰 飛虎山抗擊戰、鬆骨風阻擊戰等很多著名戰鬥中 徐振明都戰鬥在最前沿 他身上有日軍留下的雙疤 也有美軍留下的雙痕 在保家衛國戰爭中付出了太多的艱辛 1953年7月15日 朝鮮停戰前夕 徐振明所在的三十八軍一百一十二師回國了 徐振明在十六年的軍旅生涯中榮立大功兩次 小功多次 徐振明身上有炮彈炸的箱 子彈鑽的洞 刺刀流下的疤 戰火燒傷的痕跡 這些戰傷是他戰鬥衝鋒在前的證明 日夜行軍旅得吐血由於最近一年身體不如以往 戰爭往事老人意記不清楚 記者在其指徐永軍的幫助下 聯繫到通化時一位退休後義務收集 抗戰老兵英雄故事的孫艷華老師 曾經採訪過徐老的孫艷華高數記者 徐老爭說過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 老人家基本參與了三十八軍一百一十二師 參加過的所有戰役 一次徐振明所在的營一天一夜步行一百四十里 有些戰士到達目的地後以慮得大口大口地吐血 但仍然不能停下來 因爲敵人坐汽車 走好走的大路 而志願軍戰士門只能步行 攀山月嶺 被樹枝掛傷史上有枝史 此外 戰士門後勤工應不上 冬天就吃炒麵 玉米麵炒熟 和冰雪 夏天就吃水煮的玉米粒 條件非常艱苦 再談及徐老對抗美援朝停戰的感受時 孫艷華說 徐老和其他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老兵都爭雪過 停戰以後的第二天 敵我雙方的士兵們聽到停戰宣布後 各個陣地都放鞭炮慶祝 士兵們都非常興奮 內心都期盼忌 讓人意想不到的事 敵我雙方有些士兵爭一起開聯歡會 反映出當時雙方都已厭戰盼忌